欢迎来到八度空间五件新闻的直播现场 我是陈佳荣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世界卫生组织形容 武汉肺炎的威胁比恐怖主义更严重 全球应该将它视为头号风敌 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全传174人确诊 检疫官员也染病 三名女子走私50万令吉现金 谎称行李将只有衣服和食物 当场被关税局识破 武汉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各国严防死守 世界卫生组织总监师谭德塞就形容 新型冠状病毒给全世界带来的威胁 可能比恐怖主义还要严重 全球人类应该把它视为头号公敌 自我警惕 世卫同一天也将病毒正式命名为 冠状病毒病COVID-19 疫苗预料一年半之后才能够面试 武汉肺炎疫情如野火燎原般 延烧至全球人人自危 面对这一波致命且前景不明的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星期二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一场 新冠病毒研究与创新论坛上 呼吁人类不要低估 也是时候认清这个病毒的威胁 将它视为人类头号公敌 它就 As of 6am Geneva time this morning there were 42,708 confirmed cases reported in China and tragically we have now surpassed 1,000 deaths that's 1,017 people in China have lost their lives to this outbreak with 99% of cases in China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n emergency for that country but one that holds a very grave threat 谭德塞还表示 新冠病毒非同小可 它所带来的护果 可能比任何恐怖主义行动 还要可怕和严重 因此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他相信 只要各国政府公开和公平 分享相关病毒资源 就能够有效避免疫情扩散 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防疫开支 而世卫组织同一天 也将这波在中国武汉爆发的 致命新型冠状病毒正式命名 世界卫生组织一连两天 邀请全球大约400名专家 举行全球研究及创新论坛 而开发疫苗与治疗药物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 世卫估计第一批疫苗 可能在18个月内面试 豪华钻石公主号邮轮爆发疫情 所有人被禁止下船 受困船上已经多天 日本政府今天证实船上在39宗确诊个案 其中一名患者是检疫工作人员 目前整艘船上一共有174人染病 最近的确诊病患当中 有4人的情况比较严重 目前入驻生切治疗部就医 他们年龄介于60到70岁 都是男性 其中3人是日本人 这艘载有3711人的豪华邮轮 正停靠在日本恒丁港口 进行14天的海上隔离 有消息指日本政府考虑网开一面 让邮轮上部分乘客 尤其是年长者或高风险群体 优先下船 再将他们转移到境内医院 接受隔离观察 目前船上乘客被要求 尽量待在客舱内 膳食将按时送到他们的房间 至于船上公共场所 包括了餐厅和电影院等等 都不能使用 为了防止感染 负责配餐的乘务员 也避免接触门把 由室内的乘客打开房门 邻国新加坡再添两宗 中国武汉肺炎的确诊患者 新加坡卫生部指出 其中一名患者是新加坡永久居民 另一名患者是孟加拉吉员工 目前新加坡确诊病例 已经推高到47宗 新加坡卫生部发文告指出 35岁的新加坡永久居民患者 居住在柔佛新山 是圣逃杀名胜世界赌场的员工 但是他不曾到过中国 另一名孟加拉吉克工 则在2月6号出现了肺炎的症状 昨天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此外 失诚也有两名确诊病患康复出院 两名女病患分别是从武汉撤离 回国的新加坡公民和之前在 君悦酒店参与会议的永久居民 目前出院的人数达到9人 中国武汉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 持续攀升 截至11号星期二 中国境内总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1113人 新增多达2015宗的病例 累计的病例达到44653宗 中国国家卫健委最近数据显示 11号单日 众议区湖北省就有94宗死亡个案 河南、湖南和重庆则各有一个人死亡 另外新增疑似病例 一共有3342宗 其中湖北就占了1685宗 至于同一天 治愈出院的病人则有744人 中国卫健委过去几天的整体数据来看 湖北以外的地区的新增确诊病例 已经连续8天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中国面对疫情来袭 将全国各种会产中心和体育馆等等 抢建改造成方舱医院 用来收治确诊患者 那其中众议区武汉市的江汉方舱医院里头 收治数千病患 只靠着26名的厨房员工来打理伙食 他们每天必须准备6000份的饭盒 一天工作12小时 从医院投入运作以来 从来没有休息过 疫情当前 除了一线医护人员忙着救治病患 但是其实劳苦功高的 还有这一批长时间待在闷热厨房里的食堂员工 打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江汉方舱医院 2月5号正式接收病患的那天起 里头的26名员工就不曾休假 他们每天轮替工作12个小时 即便身心俱疲 分身乏术 但始终心悸病患 坚持到底 因为目前这个湖北 我发现是个重灾区 我们这个很多员工就无法 趕回岗位上 那么在我们集团的这个交配下 目前的人员是非常紧张的 但是在这个紧张前 我们现在人员的数量 从早到8点 一直通过到晚上 有时候到10点钟 8点半程为期许 如果是8点半程没有忙完 那么我们这个时间 除了早餐以外 午餐和晚餐 他们都得按照二婚 一素的标准配餐 准备上千份盒饭 确保所有患者 摄取均衡营养 吃得健康 接下来大概6千份左右 每一份的成本 我们的研究 按照20多块钱的成本 成本25块钱 一定是要有营养 要死多于这个病人 过来人吃的一些团员 医护人员也好 食堂主厨获员工也罢 这一刻这些病患保姆 最希望的就是看到 病房里的人一个个康复出院 便是对他们最大的宽慰和报答了 武汉肺炎肆虐香港 累计49宗的确诊个案 更传出了疑似社区感染 美国国务院宣布 批准驻香港非紧急人员 及家属撤离 不过领事馆还对外开放 不会关闭 美国对中国发出旅游警报之后 美国国务院也在星期二决定 允许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馆的 非紧急人员 还有他们的家属 自行决定要不要离开香港 但是目前不会下达强制撤离令 领事馆依旧会向那些 还在港澳的美国公民提供服务 不会效仿在中国的措施 关闭领事馆和大使馆 外科口罩有助于阻隔飞沫 前提是必须正确佩戴口罩 白色是吸水层应该往内 有颜色的是防水层应该向外 硬片在上方 松颈带挂好 在鼻梁位置轻按硬片 让口罩贴紧脸部 再把口罩拉到覆盖下巴 正确处理口罩也很重要 戴过的口罩已经受到污染 脱口罩时避免碰到口罩表面 从耳朵处拿下松颈带 将口罩表面往内折 再丢弃 如果面对高风险感染疫情 把口罩放进去密封袋 再丢弃 记得丢弃口罩后必须洗手 N95有更多面向防护功能 但长期佩戴会呼吸不顺畅 一般人也无需佩戴这类口罩 平成一辆轿车失控闯入反方向车道 导致两名摩托车骑士死亡 稍后有详细报告 欢迎回来 不法分子光天化日试图偷运巨额现金入境 终究难逃法眼 有三名女子上星期在霹雳马太边界入境的时候 谎称车里有三个行李袋 装着衣服和食品 那经过检验之后才发现 行李袋装着马币和泰铢钞票 总是大约是50万令吉 三人当场落网 三名摩托车 hasil pemeriksaan didapati pegawai kustom dalam mendapati tiga bubek tidak dikerarkan sebagai di dalamnya menunggui matawang ketiga-tiga pemandu dan juga penumpang mengisytiharkan bahawa barang yang ada dalam bag yang di simpan dalam kereta bukan merupakan hanya pakaian saja dan makanan pili 关税局局长 萨比林 今早在 医保召开 记者会指出 三名女子 年龄介于 40到51岁 上星期五 下午4点15分 乘坐本田牙哥 轿车 从泰国入境 彭卡兰 乌鲁 由于 行迹可疑 而遭到 拦截 司机和一名乘客 是泰国人 另一名乘客 是我国公民 三人 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当局还在调查 落网者 是否参与 任何的犯罪集团 并援引2001年 反洗黑钱 反恐融资 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以及1967年 关税局法令 彻查案件 一名义尼籍 抢劫 惯犯 骑摩托车 遇上了警方 检查的时候 袭警 企图逃脱 迫使警方 开枪自卫 打中对方的右腿 将他当场落网 商业卯诺 警局主任 沙法敦证实 警方为了 追捕匪徒 还乔装成 德士司机 跟踪对方 没有想到 匪徒在警方 拦截的时候 企图逃脱 在避于无奈之下 警方开了两枪 打中对方的右腿 一名警员 腿和手部也受了伤 警方在嫌犯身上 巡换了一把 扒冷刀 陆网的印尼男子 证实拭目 早前经常活跃于 双亲毛诺 巴打林在野 和沙埃亚南地区的 残余 匪党成员 专门 锁定抢劫 从银行 提款的民众 冰城发生的夺命车祸 一辆轿车正面撞上一辆摩托车之后 失控闯入反方向车道 再猛撞两辆摩托车 导致两名摩托车骑士死亡 另外一个人伤势严重 照顾的轿车司机 是一名二十岁的华裔男子 这起夺命车祸 昨天晚上发生在槟城亚裔弹 东北线警局主任苏菲安表示 这辆普腾维拉 当时经过天德园大道 先是撞到从左边路口 准备转进主要路口的摩托车 轿车随后失控高速冲入反方向车道 再撞倒两辆摩托车 一名华裔女摩托车骑士 松丽娜和一名乌翼骑士 在奴丁伤起要害 当场死亡 而另一名摩托车骑士 伤势严峻 轿车司机当场被扣留 尿检的结果已经出炉 显示司机并没有酒驾 警方今天将申请严扣住场 用肥皂洗手20秒有助于防疫 世界卫生组组织建议 世卫股算完成所有步骤 需要40秒 三星推卸全新的旗舰手机 Galaxy Z Flip 主打数折屏幕 稍后带你们去看看它有什么特别 欢迎回来 智能手机拒播三星去年推出了折铁屏手机 划时代的创新设计 却引来不少负面的评价 三星敬意求精 再次推荐全新旗舰手机 Galaxy Z Flip 主打横竖 横折的屏幕 对折之后只有3.4寸大 一半的屏幕也能够树立起来 无论是视频通话或看油管影片 画面都不会变形 Galaxy Z Flip When it's closed, it is a thing of beauty It's smooth and sleek and symmetrical And at half its full size, it fits right in my palm And snugly in my pocket And the cover display shows me all the information I might need at a glance When I'm ready to use it, all I have to do is flip it open And I get a full size 6.7inch screen With hardly any bezel 三星星期二在美国三番市 隆重推荐了这款新型折叠屏智能手机 Galaxy Z Flip 搭载小龙855处理器 内存8级字节 同时采用超薄可折叠式玻璃 在手机背面装设了1.1寸的小屏幕 显示时间、电量和通知等讯息 新手机采用双摄组合 有1200万像素的主摄 外加同等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目前有镜面黑、镜面紫两种配色 在部分国家还有金色款式 新手机将在星期五上市 售价大约是5700令吉 靠近南极州的智利南端 最近出现了异常高温的现象 让当地游客纷纷喊热 这和南极研究基地 最近记录的创纪录高温相符 全球暖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南极基地的智利研究人员表示 全球暖化导致南极融化 巨大的冰原正在崩解 他们预测全球海平面 将在几个世纪内上升至至少三米 世界气象组织也在紧密地观察 南极的气温是否会再创新高温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美墨经常面临栖起地 遭人类破坏和狩猎 如今尼加拉瓜动物园 迎来了一只小中美墨 为当地的动物保育计划 带来了新的希望 新闻结束之前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是陈家荣 祝你一个美好的下午 我们再会 我们下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